大家好 欢迎回到新一集的视频情报室 今集就想说一些比较缅怀历史的东西 想说一下Conica Miota 因为刚刚看到在PV一篇文章 长达17年的支援时间 什么支援呢?就是客户服务的支援时间 就正式告一段落了 其实大家都好像觉得很稀奇 就是时间觉得很快 原来Miota在2005年推出了最后一部相机之后 数码相机之后 就没有再正式推出这个相机市场 其实整段期间已经过了17年的时间 17年都真的不是一段短时间 其实当年还是一个挺厉害的 四大品牌 其中之一,Canon, Nikon, Pentax,和Miota 现在其实Pentax都苦苦支撑着 但其实Pentax都 起码相对于Miota来说 就还有少少转型位 或者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 而Miota呢 就正式地将它们本身的 知识产权 所有有关AMAN 制镜头的技术 包括自动对焦 包括电子的产品 就是电子的电脑设计 以及机身的设计 就正式过档了Sony 当然以往我们经常听到 有些朋友就是会说 A-Mine 为什么不出A-Mine的镜头 有时经常是奥腾龙的Sigma 明明在单反年代已经辛苦了 A-Mine还有A99 A99 Mark II 但是为什么不出A-Mine的镜头 其实很难说的 其实2005年 当时还未是iPhone 还未是智能手机的年代 其实很多相机厂 都是徘徊在600万像素以下 同时间 其实那时差不多 Canon就开始有些新机 第一代5D的全片幅 证明Canon已经开始做事了 真的将这个APS-C机身 领前一点 然后将全片幅的机身 放在设计产品上 当然当年还是很贵的 你买一部新的5D 但是Milota也都不甘后人 将它很英俊的Boudalus 7 改了做数据版 其实我曾经去年都想买一部 因为好像现在都挺便宜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其实很多现在新的东西都不支援 例如你要找回一张旧的SD卡 或者CF卡 那 Speech is 比较难找 还有电啊 所有东西都支援不回 而 先说回正题 那这次日本呢 最新的一个Announcement 就是 就是 这个 Coneca Miota 其实它 前一两年 前几年 已经是将 它部分有关 和摄影 即影印机 文移机意外的产品 是 过档了给Canco 去帮它做 维修的 第二 因为实际上 都差太久了 那所以现在 Canco 即Tokina 其实本身也是另一家 比较以前 在副厂镜里面 三大品牌之一的厂 都开始 不再决定 去帮Mioota 去做这个 维修了 那所以它就现在呢 呃 宣布几样东西 那 那 其实数码相机 我想大家都不会 expect 它有零件 去做 也都不会有人拿 2005年 出的数码相机 然后现在去维修 我想都没有了 那说一下 今次有什么产品 是真的要去做一个 维修先 就是停止了 做这个支援先 那 包括有所有的 AutoMeter的 插光标 那 所有FastMeter的 插光标 那 插色标 CarMeter SportMeter 重点插光标 那 还有也都是 所有的 有关Mioota的数码相机 那 当时 其实Mioota 本身有一个问题 就是 它相机行业 它开始觉得 是无理不够多 那也都不够投的两家厂商 那 而且呢 其实很多Component 虽然有它本身 机身和价面设计 那 但是 很多Component 都是要帮其他公司 买的 所以 当时 其实Sony 也都未 真是很红 所以才宁愿 将这个交易 去将 所有技术 去 买给Sony 那当然 其实在相机镜头的历史上 其实Mioota 有一些 很精蕊的设计部队 就是 由MD的镜头 开始 到Amala的镜头 是做得不错的 那 当然 有些 都会 你会见到 其实他们的产品 使用的反应 例如 你会见到 他们也有找到 腾龙的OEN 所以有些 11-18的APS-C的镜头 17-35 那 但是 后来你会发觉 其实整家公司 本身 它自己 在AMAR上面的镜头 都开始 发挥得不错的 那 自从再 引入Sony 之后 重新 A750 A18 虽然那次 还是APS-C 到后来 才有全片 回覆了机身 但是 亦夹了赛斯 去出一些不同的镜头 令到整个 A-MAR 其实Sony之后 都为了它而 玩多了几年 后来 几乎去到 2010年 11年 差不多五六年时间 才 勾了A7 出来 不知道 大家怎么看 其实 Muota本身 我觉得 当初 是有它的定位 和有它的个性 是一个相机牌子来的 但是 在AMD的截环来说 即 你见到它 再去回到 之后的 自动对焦 其实它很多 机身 例如是 7000 9000 眼睛体动功能 风查的对焦系统 入Memory Card 去转不同的相机模式 那些功能 其实都蛮弱的 但是 很普遍来说 如果它长的 那条线来说 我觉得 Muota 相对来说 没有Canon 和Nikon 某些相机 那么耐用 其实Canon 都不耐用 Canon 都是高级机 才会好些 但是 很多 你看到 自动对焦年代的 单镜快光机 其实很多时候 7000sr 7000sr 9xr 基本上 可以跟Canon 和其他相机 困 功能上是可以困 但是很快 可能两年路 就会消失了 那其实 这个也是Muota 过分 计算成本的 其中一个 负面的效应 那 大概就是这样 我自己个人觉得 也没有说我不可惜 其实他买给Sony 应该都是一个 挺好的 虽然现在 Sony已经推厂出身了 我想不需要 再留下 Muota 的遗产了 但是 整体上来说 都是一个 有历史 因为Muota 来说 都是50年代 开始自己做相机 虽然当时的相机 也没有 其他品牌 没有Olympus 或者没有Yasica 那么红 但是本身 在手动机来说 单线快速相机 它也都没有Canoniccon 那么 达色那么久 或者一个专业 达色那么久 现在好笑 人家没见 玩飞飞机 拿回MD的X78 出来 比较少一点 所以 就 变了这个牌子 就是 有它的特色 但是内容程度不够 但是 现在过了17年 都算是 真的交足货了 就开始正式 退出 这个影像 和相机市场 那 好了 麻烦大家 如果未subscribe 这个视频 就subscribe 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 就like 如果有什么留言 或者自己的感觉 都可以留言 如果你是Muota用家的话 那 今集的节目整个 多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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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